在之前我们聊火力支援车的节目中 火力军就曾短暂的提到过 对于传统专职对地的火力支援车来说 斯翠克 MSHORD或者是LAVAD这种 既可以对空也可以对地的防空载具 要比传统的火力支援车 更适用于对步兵火力支援 和近距离野战防空这两种任务 同时存在的一线战场 毕竟中文互联网上有这样一句俗语 那就是高炮放平军事法庭 但同时除非是像斯翠克 MSHORD这种 同时搭载有毒刺和地狱火导弹的防空载具 否则大部分以野战防空为专职的载具 在正面遇到敌人的坦克等重装甲单位时 往往是束手无策的 这种束手无策实际上并不是难以解决 本期视频火力军带各位了解 在过去就已经解决了未来需求的真火力支援车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防空和反坦克似乎并不是可以兼容的任务 虽然在二代时期 一部分防空炮 比如说8.8厘米Black36防空炮 或者是M190毫米防空炮 都配备有对地设计的穿甲弹 并且他们的穿甲弹都可以轻而易举 贯穿同时期坦克的装甲 这些防空炮隶属的军方 使用他们开发出了8.8厘米KWK36L56 或者是90毫米M3这种坦克炮 但是随着喷气式战机的出现 战机速度越来越快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以单发大面积回升 为主要杀伤目的的大口径防空炮 对高速目标的拦截效率 远不如新一代有雷达火控的中小口径防空炮 所以这就导致了刚刚出现一些雏形的 防空反坦克兼容的趋势 会随着时代逐渐消失 但是就像反舰导弹 在海战中作为更远更精确的战略舰炮弹替代一样 大口径防空炮弹的替代 也演变成了各式各样的防空导弹 而在地面上 主流的防御性反坦克武器 也从反坦克炮演变成了反坦克导弹 但我们仔细研究反坦克导弹 和防空导弹的逻辑时 就不难发现 防空导弹实际上是一种追求速度和灵活性的导弹 它必须对抗飞机的大过载机动规避 并且爆炸范围必须要大 而反坦克导弹按常理来说 它基本上是使用大装量和追求性药罩 用来击穿坦克装甲 所以实际上 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 是具有一部分的通用性的 因为飞机并不像坦克一样坚固 所以只要为反坦克导弹 安装特定的破片罩和进炸引信 并且提升它的机动能力 它就可以毫无压力地打下凌空的战机 并且由于它作为反坦克导弹 依然保留有追求性药罩 也就是破片战斗部 所以它自然而然也可以轻松击穿坦克装甲 而这也就预示着一种可能 那就是防空和反坦克的导弹 实际上是可以兼容的 这是一种非常疯狂的想法 也意味着陆军的野战防空单位 将会拥有和导弹式坦克军机车一样的获利 在战线被突破之后 这些野战防空单位可以放平发射架 使用双用途导弹直射敌方装甲单位 把它们打成一团废铁 而这种直接和疯狂的想法 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两用导弹系统 AT-ADS的由来 AD-ADS的全称为 欧瑞康马丁马利埃塔防空反坦克系统 美军编号MM-146-AD-ATS 其名称AD-ATS 即为防空反坦克系统的缩写 在一开始 设计人员对于这种全新的导弹 思路是在一发防空导弹上加装上破甲战斗部 但是在设计中 他们发现 由于北约大多数的防空导弹是5英寸弹体 如果在这个直径中加入雏形药罩 那么破甲深度将不足以击穿华越主战堂克 所以设计师们将导弹直径放大到了6英寸 也就是152毫米 这一举动直接让其破甲深度达到了惊人的900毫米 可以轻松击穿 加装接触一反应装甲的苏军T-72或者T-80 而在防空方面 ADATS也下了心思 因为在面对敌人的坦克时 ADATS使用了激光指令 激光架数复合制导来确保精度 所以在防空时 这套系统也同样适用 这也就让ADATS是一种可以仅凭借光电系统 就可以完成目标搜索 捕获 跟踪和命中的防空导弹 对于低空飞行的战机来说 这是相当致命的 因为不依靠雷达就能射击的ADATS 飞机没有任何的对抗手段 只有等导弹破剑 报警响了 飞行员才能知道自己被ADATS咬上了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ADATS不需要雷达 毕竟光电系统虽然有着无预警的优点 但是它却无法在恶劣天气下 维持和晴空一样的搜索能力 所以ADATS系统一般在顶部安装一台雷达 这台雷达也有说头 它实际上对于ADATS的性能来说 是锦上添花 不是雪中送炭 因为随着直升机的应用 地面单位和野战防空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并不是超音速飞略投弹的敌方攻击机 而是这些隐藏在树梢高度的坦克杀手 由于地面杂波干扰的存在 实际上ADATS并不能依靠雷达 来对它主要的作战目标 即直升机来进行搜索和发现 而这套雷达系统则主要是针对于 我们刚刚说过的另一种目标 那就是超音速飞略的敌方攻击机使用的 实际上这套雷达也有说头 ADATS的搜索雷达为X波段 其设计上类似于天空哨兵的搜索雷达 在减少雷达捧绊的同时 还设计使其使用时 可以同时产生一高一低两个角度的波数 同时扫描一个空域内不同高度的目标 从而避免在没有探测的情况下迎击敌击 ADATS的搜索雷达最大探测距离 约为12公里 在边扫描边跟踪模式下 可以最多跟踪6个目标 并且雷达可在车辆机动时工作 在伴随坦克或者步兵进行机动时 也可以进行对空扫描 除了以上这些 ADATS还具有一项美军防空单位 都具备的传统能力 那就是在布置预设防空阵地的前提下 ADATS可以和其他防空雷达通联 获取它们的数据之后 再对目标进行射击 这样就能避免自身被反辐射导弹所击毁 不过虽然ADATS很先进 但是它有一些不足 虽然ADATS的导弹看起来很强力 但是它的人性化不足 它在防空和反坦克两种工作模式切换时 必须要操作员在操作面板上 调整一个选择按钮 才能在防空的激光进炸引信 和反坦克碰炸引信之间 选择一个激活 碰炸引信通过导弹头追部分的碰核开关触发 在撞击目标的同时通电起爆 激光进炸引信由战斗部后方的四组激光器和接收器组成 当弹体足够接近敌机时 反射回来的激光就通过接收器产生起爆信号 如果选择错误 比如说使用激光进炸引信来攻击地面目标 那么这枚导弹将被射击路径上一些可以反射激光的杂物 比如树叶和杂草等物体触发 到时候这枚战斗部重达12公斤的导弹 就会变成一发提前引爆的大号破片高爆弹 轻则暴露自身 重则无伤有军 当然这也是因为ADATS在当时要控制成本所导致的 因为它的价格非常昂贵 根据美军的采购订单 美军将要装备562台ADATS和其配套导弹 采购价格高达上百亿美元 其昂贵程度由此可见一般 所以因为采购单架以及设计布局的原因 它从未采用双路开关的无线电进扎引信 而后续设计的M30A1多用途破架单 则采用了碰扎VT双重复合引信 炮手在发射时无需选择激活哪个引信 而引信会自己根据目标来决定如何工作 根据ADATS的特性 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样一番场景 在波德平原上 一对使用布莱德利底盘的ADATS 在掩护着一对M2布莱德利向敌方阵地发起进攻 ADATS们先是使用防空模式 将来袭的敌军MI24磁路打得凌空爆炸 而后又放平发射管 将试图从侧意偷袭的T72的脑袋打飞 最后ADATS和M2布莱德利一起 使用25毫米大毒舌链炮压制敌方阵地 让步兵顺利站立 虽然ADATS非常适合当下雨季中的火力支援车的定义 但是各位应该想一想 目前美军的野战防空序列并没有ADATS的身影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其实归结于舆论 成本和假想敌的三方问题 首先由于之前M247约克中式项目的惨败 导致了民众对于美军正在进行的 履带式野战防空系统项目的选行变得不再信任 很多人都认为 ADATS和M247一样 是美军又弄出来的一款粗质烂造的垃圾 是用来骗钱的项目 所以实际上公众对ADATS的接受度很低 这种接受度低又引来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由于苏联的解体 ADATS变得不再被需要 因为美军再也不可能在波德平原上 同时面对低空掠习的攻击机 和数少高度的直升机 与地面上驰骋的坦克这三种威胁 再加上公众对ADATS项目接受度太低 所以经过国会审查之后 上百亿美元采购价的ADATS项目 并不符合苏联解体之后 美军希望节约军费开支的想法 所以国会坚决要裁掉ADATS项目 那苏联解体之后 美军对军费开支 节约到了什么地步呢 这一点实际上通过冷战结束后 美军的野战防空就可以略知一二 在冷战结束后 美军为了填补自己的野战防空的空白 马上增加了一项名为BSFV 即布雷德利独自战斗车的编制 它实际上就是一台M3布雷德利骑兵战车 带上三四个人和独自防空导弹 在到达战地后 用肉眼所敌 并且对目标进行攻击 是的 你没听错 BSFV没有雷达 也没有光电搜索 更没有火控 全靠人眼和人手来防空 随后美军又将自己的一批 M2A2的TOW式发射架 改装为四连独次发射箱 这批临时改装的防空车 被称为M6线位 但是这种改装 究竟有多少防空能力 各位也就懂得都懂了 讲到这 火力军就要对美军 砍掉ADATS项目 大会可惜了 因为ADATS 并不仅仅是一种防空载具 它更是一种 可以同时防空和反坦克的导弹 想想它能具有多少可能性 比如恶利孔于1983年 就提出过空射ADATS计划 即将ADATS安装上 APA7直升机 从空中对目标进行打击 要知道 地域火的弹劲 约为7英寸 APA7都能携带4个发挂架 那自然携带16发 ADATS也没有任何问题 想想看 一架搭载有16发 ADATS的APA7 究竟能有多可怕 这些导弹 可以以3马赫的速度 消灭8到10公里范围内的 任何空中单位和地面装甲目标 而且这种机载也并不一定 局限于直升机 空射ADATS还可以尝试安装在A10上 A10主力反装甲武器 AGM-65虽然好用 但是体积太大 A10也带不了太多 试想一下 如果专职反装甲任务的A10 不携带AGM-65和保时路 而是只携带ADATS的话 那么A10将获得一次性 消灭1到2个坦克连的能力 并且安装有ADATS的A10 还可以客串一下指控飞机 来猎杀苏军的M24 M28或者是苏25 对ADATS服役后的畅想 先搞一段落 我们先聊聊 关于ADATS被美军放弃之后的一些事情 虽然美军在冷战结束后 并没有采购ADATS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 都像美军这么对野战防空抠门 ADATS最终还是正式进入了军队服役 只不过 这个帮助ADATS免于流产的军队 不是美军 而是加拿大 加拿大对标美军的布莱德利ADATS 使用M113底盘 虽然ADATS定位是一种 必要时刻可以消灭坦克的 前线野战防空 但是家军的ADATS 并没有和美军的一样 使用25毫米大都射炼炮 加4×2导弹发射箱的配置 而是只采用了4×2发射箱的 旋转雷达炮塔 而在编制上 家军将自己的M113 ADATS 设置为一种专职的导弹防空车 而不是一种火力支援载具 当然M113的机动性 也就只能让M113 ADATS 作为一种专职防空载具 不过 家军还有一种 让ADATS变成追风小王子的改装方法 那就是加拿大招牌的 LAV 8×8轮式装甲车 在安装ADATS旋转雷达炮塔 这种类似于 斯翠克 MSHOID 或者是LAV AD的防空系统 被称为MMEV ADATS 它预留有和M113 ADATS一样的 4×2发射架空间 但是家军为它赋予了 攻击轻型装甲车和步兵单位的能力 因为家军使用了一种 和ADATS发射筒直径一样的火箭巢 并且使用了全新的激光制导火箭 这种弹箭共架的设计 也让MMEV ADATS 成为了这个家族中最先进的那位 当然问题在于 由于ADATS于1995年停产 MMEV虽然可以开发 但是家军并没有那么多ADATS导弹 来配给MMEV发射车 最终2011年 家军让自己全部的ADATS导弹 于3月11日全部退役 似乎ADATS的故事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但是关于加拿大和美国的 野战防空系统的乐子 却并没有停止 在家军退役了ADATS系统之后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 加拿大陆军和美国陆军发现 即使是在俄乌战场上 如此不堪的俄罗斯空天军 其攻击机和武装直升机 也有着在低空爆杀 独次防空单位的能力 一来二去 家军和美军竟然发现 自己没有任何一种 比独次射程更远的 低空野战防空导弹可用 于是又开始急匆匆开发 选行和竞标新的 中进程野战防空导弹 不过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对视频的内容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中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视频见